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生活向导节目,我是千瑞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Saramonte Subaru车行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2023年的Subaru Outback这款车 Zubaru在全球销量这么强 还是要归功于它优秀的性能和它的高品质 Zubaru汽车产品在全球市场上都被誉为是高品质和可靠的汽车 其中,Zubaru的越野车和SUV车型尤其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这些车型不仅拥有优秀的越野性能,还具有非常高的安全性能 此外,Zubaru的卓越性能还体现在四轮驱动系统上 Zubaru的全时四轮驱动系统在全球市场上都广受好评 这种四驱系统不光是可以提升驾驶的稳定性 还可以帮助在骑驱的山路上提升它的越野性能 Zubaru旗下的SUV主要是有Crosstrike,Forest,Outback,Assend 还有今年全新生产的一款电车Sotera 在销量方面,2022年美国汽车市场总销量是1386.7万辆 Zubaru为556,581辆,排名第9 然而在2022年10月份,Zubaru的全美销量为48,568辆 以2021年同期增长了31.9% Outback 奥虎卖出了11992辆 与2021年同期相比增长了40.3% 我们今天要探究一下其中的原因 这些成绩都归功于Zubaru的品牌魅力和造车理念 包括它的安全性能,包括它的越野性,保值率高 还有它的经济使用都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 Zubaru汽车在多次获得美国道路安全保险协会 IIHS的最佳安全选择奖项 其中包括Crosstrek,Forester,Legacy和Outback等车型 Zubaru连续8年被凯利蓝皮书评为最值得信赖的品牌 Zubaru在2021年被评为达沃斯全球经济论坛的 最具可持续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 Zubaru Lexi在2021年的JD Power的排名中 评为第一,成为最高质量的中型车 Zubaru BRZ在2022年被评为Car and Drive杂志的10辆最好的车之一 Zubaru Outback这款车获得了IHS最高安全 以及前方碰撞预防最高评级等等奖项 2023年的Zubaru Outback是一款越野性能比较强的SUV 它配备了两种引擎的选择 分别是2.5升水平对质四缸引擎 最大马力为182匹 扭矩为176磅每英尺 另一款是2.4升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马力为260匹 扭矩为277磅每英尺 都配备了CVT变速箱 油耗方面2.5升水平对质发动机版的车 高速可以达到33英里每加轮 承试为26英里每加轮 在同等级别的SUV中表现是不错的 总的来说2023年的Zubaru Outback这款车 是比较经济可靠的 那我们今天先带大家了解到这里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想了解Subaru的其他车款 欢迎来到Saramonte Subaru车行 这里的销售将结成为您服务 这里还有收旧车的服务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到Saramonte Subaru车行 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好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